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终得面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堪后果 虽然许多人可能尚未生起无伪的不造作的菩提心 但对我们凡夫而言 菩提心的修法并非是高不可攀的 只要我们肯下功夫精进修行 就一定可以升起菩提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内心存有怒气的种子 也有爱与慈悲的种子 在我们意识里有许多负相的种子 也有许多负相的种子 正确的做法是 负相的种子别去浇水 找出正向的种子每天浇水 当你慢慢能看到别人的忧苦 代表慈悲已经发芽 对方不再是你的敌人 你可以爱你的敌人 一旦你发觉你所谓的敌人正在受苦 而你想帮他不再受苦 他就不再是你的敌人 如果彼此让对方受罪 如果彼此让对方受罪 双方一蒙其害 双方都要有同理心 也都需要帮忙 但不需要由谁来教训谁 如果我有残酷的想法 如果我说话带有恨意 这些想法和话语会不断再生 抓不住接不回 像是脱缸的马 像是脱缸的马 父亲对子女的爱 需要耐心才能彰显 母亲的爱和子女的爱也是如此 夫妻之间 更必须培养耐心和同理心 否则就爱不了对方 理解是真爱 理解你爱的人 理解他们的忧苦 他们的难处 他们心底的想望 有了理解 有了理解 就会有人心 死悲喜乐 人生如此短暂 我们每天都应该以快乐 平静与慈悲的心 让生活过得深刻 修心要低调 不因炫耀 不能用修心来引人注意 或创造生育 它是我执和烦恼的内在对质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成熟 不需让他人知道 当我们再计较别人是非的同时 自己正是制造是非 与执着是非的人 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如果他不高兴我 我就躲开 免得使他心中生烦恼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把障碍带入修行之道 那么 那么不论面对多少困难和冲突 它们只会让我们的修行更清楚 而不会成为道路的障碍 对一个领受过修行法教的菩萨 所有的灾难都可能化为修行道上的渗源 一切痛苦都是恶行的结果 而善行是快乐的因 停留在阿赖耶士的负面行为的种子 如同向有钱人借钱的借据 即使经过多年 当债主拿出借据 欠债者就不得不还债 对于他人 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最谦卑的仆人 永远处于最低的位置 要真正非常努力地学习谦虚 不去考虑自己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源自根本的良善 也就是全心全意 希望每个人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种骗在的爱 一颗良善的心 永不改变的质卜天真 所以 当别人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 完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理去认知的 能体会到这一点 是生活上一切安乐的来源 看清让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根本 完全在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最好的发心 是要为众生成佛的念头 接着是想处理生死的念头 最低限度的清净发心 则指追求来生安乐的心 行为必须有其中一个动机 才算佛法 行为的果报才得安乐 透过修持佛法 透过修持佛法这一项单独的行为 因都可以全部被催灭 无论你修学佛法多久 你永远受益 你的身与意 会变得更亲近 而且永远不会 危害你的身心 修心不能有分别心 不要挑选对象 要针对一切 不论对象是否有生命 任何念头的升起 都应该成为修行的道路 而不是修心的障碍 心就好比我们的眼睛 总是无法看清它自己 它不能看到自己 也没有东西在那里被看 心是超越观者与被观者的 它超越于此种惯例 这就是所谓心的大空性 一个人即便具足布施与持戒的功德 如果不能忍辱 就容易生起曾恨 一旦生起了曾恨 那么过去由布施和持戒所积聚的山根 在一刹那间都会毁坏 因为于吃 我们贪求那些 会将我们毁坏的事物 并对很多事情感到撑怒 洞悉所有事物皆随因缘而聚合 终究会消散 我们会慢慢地找回自己的洞察力 平静稳定与尊严 看清当中并无愤怒欲望或执着 此时心感到更轻松了 于是我们便又能将心放在呼吸上 菩萨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呢? 这个很难说 比如我们到商店里面 那些卖东西的人也好 旁边来来来往往的人也好 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人不是菩萨的化险 我见到了他 接触到他 听到他的身影 都很有可能获得无量的利益 因此我们学习了佛法的教法 就要去运用 光听到了只是文会 这还不够 要去思维 这属于思维 思维之后要依教奉行 才能进入修会的阶段 才能开智慧 金刚进上说 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放下舍离一切分别 就能出十法界 就能出十法界 放下一切种种妄想 就能圆成佛道 如果我们的欲望不多 满足于简单正常的生活 就有时间在日常生活中 深刻地活在每个当下 并照顾所爱的人 这是得享真正快乐的秘诀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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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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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